让我们看台南有一所私立女中传出女学生确诊 大家如临大敌紧急的请客 一天到14号在行刊旋 校园展开是大情销的作业 应免中心初步的疫调说这名女学生她是住在高雄 因为住在高雄的家园被工作场域养疫的同事传染 所以这名女学生其实大家担心的是 日前她在冬季营队当中 但愿是对付言员 和来自南高平的小学生有过接触 应免中心扩大疫调还有匡列的134研居家隔离 开学第一天这所台南的私立中学 紧急全校停课 如临大敌展开大清销 校园空荡荡 气氛却相当不寻常 因为校方接到通知 一名担任营队工作人员的学生确诊了 参加我们台南市的这个某高中的东令营 作为对付老师 台南市长黄伟哲在巡视校园防疫行程中 赶回应变中心开记者会 根据了解这名懒役的女学生 就读高三 家住在高雄 CT值十六 也就是说传染力强 由于日前担任营队工作人员 和许多小学生接触 让校方相当紧张 台南市府应变中心接到消息以后 初步疫调 从校方给家长的通知书中得知 这所私立女中是在二月八号和九号 举办小公民活动 高中生担任对付人员 因为住在高雄家人受工作常处的同事染疫之故 确诊了 由于参加营队的学生来自台南高雄和屏东 台南市府也展开跨线市的疫调 并通知高频卫生局 由于参与营队的小学生 也曾到过一家社教机构 机构也贴出了公告 十一和十二号紧急停课 十四号再恢复营运 跟家长全家 陪下检测师阴性 针对这名担任营队工作人员的女学生确诊 因变中心疫调后公布了初步活动足迹 时间从七号到九号搭乘台铁来往大桥和岗山 包括营队的对付人员 高中教职员和参加营队的学生 和接触过的家长 共有一百三十四位被匡列居家隔离 而屏东县府也已经找到了两名参加营队的学生 也把两名学生和六位的同住家人匡列隔离 至于八人的PCR裁检全部为阴性 而南市府也贴出公告 凡是和女学生在七号和九号这三天 搭乘同班次驱间车的乘客 也尽快到永康卫生所快塞 记者综合报道